小月月 听说你对象是学美术的 对啊 正好我外上一样学学美术 让你对象教教她呗 主管没时间 不是 小月月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这点小事你都不帮啊 那主管那费用怎么算呢 不是 小月月 这点小事你还跟我收钱 不就是一天一两个小时吗 就这点小忙你跟我算钱 你是不是脑子瓦她了 这样啊 主管 我对象确实是没时间 不行 您看看再找别人吧 行 小月月 我等着啊 主管 我这报销都三个月了 怎么现在还没给我报销呢 报销找财务啊 你找我干嘛呀 财务说没你签字不给报销啊 没时间 这会儿就像是找我来报销来了 我现在没时间 你对象不也没时间吗 公报私仇呗 你以为你这个牛马不给我报销 我就得干挺着呗 你想太多了 你说谁是牛马呢 你 你个人事不干公报私仇的狗东西 你不是牛马 谁是牛马 还让我对象教你外甥美术 就你这德行 我要是你外甥 我都感到羞耻 我对象凭啥教你外甥啊 咋的我对象是你妈呀 那我就是你野爹呗 还我脑子瓦砍了 我看你满脑子都是香 张嘴就喷粪 你 你什么你 还这点小忙我还收钱 咋的知识不是钱呢 知识不是用钱换回来的啊 凭啥教你啊 还这点事我不帮 凭啥帮你啊 我该你的啊 真当全世界都是你大儿大女的 都得给你养老送中呗 我告诉你 没我签字 你就别想报销 那就不饶你们大驾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找老板 让老板知道 现在报销有多难 顺便告诉你 不管这事儿到处多大 我最多丢一份三千元的工作 你可不一样 我看看你要不要你这条逼脸 呸 牛马 啥也不是 上一遍